電車的交通工具是陪著我去成長 又陪著我爸爸媽媽那一代去成長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歷史文物 我覺得我自己是覺得應該要保留 還有非常喜歡電車這件事 小時候會當作是一個機動遊戲 在一個城市裡面穿梭 是一件對比其他東西是很特別的 生活在香港所以都很快 所以其實今次《萬無細漢》這個活動是挺好的 可以重拾一些正常的生活節奏 放工或者自己遊行一點的時間 我覺得應該放慢一點的腳步可以看多些東西 所以經常都會戴著相機 希望可以看到一些漂亮的東西 都可以看了覺得很漂亮 然後留下它 變成一個對自己有紀念價值的東西 再跟身邊的人分享 我現在正在慢活細漢這個城市 大家可能平時匆忙就太多 不太留意 這位灣仔消防局只會好很多很多年 哈囉 還有什麼 你叫什麼名字 豉油嗎 拜拜 拜拜 很多大廈不見了 又有很多新的大廈建立了 可能我太久沒有這樣去看這個城市